最近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人人都提心吊胆 其实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子宫颈癌一样是不容忽视的 这天戴祖怡就拍摄了一条 以子宫颈癌为主题的微电影 提醒大家要及早预防 其实之前说真的 我在拍摄之前 真的没有太多去了解 这个子宫颈癌的资料 不过参与拍摄之后才知道 原来除了女生要了解更多之外 男生原来都要了解多一点 原来的男生都会有机会感染 然后传演给女生的 所以真的大家应该要了解更多这个病 因为其实这个病是蛮大的病 对女生来说 所以真是学到了很多 可是以前为什么会哭了的 家人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情吗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 跟以前念书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去讲过这个事情 我还是这个月才知道 原来男生也会被感染 然后传染给女生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资讯其实是蛮重要的 真的要告诉更多的人 大家都因为疫情关系 多了留在家中 一向喜欢打电动的周易 就趁机约了大批粉丝 一起在网上见面打电动啊 白色情人节 然后我开了三场这个一百人局的 然后我就跟三百个人追杀 不是被追 是被追杀 对 所以蛮好玩的 你那天过得开心吗 那天还是情人节 对啊 很开心啊 就是上午下午的时候就绿歌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过十二点还在直播 然后加加起来有三百多个人一起过 非常的幸福 录音是有新的歌曲推出来的吗 这个歌其实是用来做 那个剧的主题曲 不过剧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所以还不能告诉太多 对 那你自己私底下有很多cover吗 对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推出 不过呢 自己私底下都会录一些cover的歌 还有跟别的歌手合作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期待一下 其实周易不止喜欢打电动 还有收藏模型的习惯 早前周易更亲自动手 设计了三个公仔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玩具 跟那个艺术品的 所以我自己就跟朋友推出了一个 只有三个的一个玩具 然后很快就已经卖出去了 还是2月14号的情人节版本 所以就很没有想得到 可是只有三个留意了给自己的样子 没有啊 就是很多人问我说 其实会不会是底下留些给自己 其实不止三个 不过我发誓真的只有三个 然后三个都已经全部卖出去了 我自己也没有 然后来看我们去试图下留一位 然后我们下期待